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最后的铁梯 会到达第一个顶点 也是波金家的入口 这里有个凉亭 另一方有波金家入口的指示牌 一开始就是下坡 没错 波金家就是上坡 下坡 再上坡 波金家有人说是台语的 波真懂 不过原本是泰亚语 努力的意思 传闻泰亚族的勇士让进入山中打猎 都要来爬这座山考验 前段都是蛮舒服的步道 今天巧遇了传说波金家神人 一天三刷的黄大哥 中段都是石头路 全长约3.6公里 近一千公尺的爬升 看 这才是真正的石铺 真的是非常壮观 接下来 会到平缓的领导 有凉亭可以休息 这里大概还有三分之一的路程 平缓的步道走完 又要开始挑战 有好几段是需要拉绳辅助的爬坡 还有这样的大岩石 有些路段边 就是悬崖 要保持精神特别小心 走完这一段就到山顶了 前面这个平台是网媒点 坐在峭壁 要有勇气 今天我没带来 山顶已经很多人在休息了 今天爬升 花了约三个小时 到三角点了 回城了 要挑战的人 记得要带勇气上山 下次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